听学行走 文化感悟 听世界 说到田英就必须说他的儿子以及他的儿子们 他的儿子孟长君 我们迟点再说 先说他的儿子们 他一共有四十多个儿子 这生育能力确实很强 我们可以为他算笔账 假设这哥们是超人 从十岁一直生到五十岁 平均就是一年一个 而且还不包括中间的闺女 哎 个人生活极其腐化 简直就是人间大炮嘛 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 也可以看得出田英的媳妇多 很多 超级的多 其中夫人级别是最高的 那是聘来的 那是按照正式的婚礼程序进行的 那就是先派人到对方家里请婚 得到对方家长同意以后 再派专人送聘礼 然后确定迎娶的吉日 最后女方派专人护送新娘 男方欠人迎亲 这是非常的隆重 这算是八抬大教 抬进家的 夫人生下的儿子 不用说那就是家族的嫡长子 未来家族的继承掌门人 就是他了 在当时家族内部的权力 世袭的制度是 利嫡以长不以贤 利子以贵不以长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老妈的地位 决定儿子的地位 而不是由儿子的智商 来决定她的地位 这样就可以避免争词内讧了 很简单的 你说他聪明 我说他不够聪明 如果以智商来决定的话 非掐起来不可 但是敌长子就不一样 谁先谁后 谁是夫人生的 这显而易见一看就知道 争是争不来的 另外补充一句 这夫人呢 也就是聘来的正式的媳妇 她未必是第一个入门的 谁当正式的媳妇 不由她入门的时间来决定 而是由娘家的背景 和门地来决定的 这就是古时贵族 第一种娶老婆的方式 为聘 另外一种就是纳 出纳的纳 收纳的纳 这种纳呢 一般指的是攻克敌人的国家以后 敌人国家的公亲大父当了俘虏 战胜国的战胜者们就把这些公亲大父的女儿或媳妇给娶过来 说是取 其实还不如说是抢 当成自己的战利品 这就叫纳 怎么样 听上去好像不那么尊重吧 确实是 没有八台大教了 这个例子就像当年的达姬啊 黎姬啊 就是这样 他们是属于姬妾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 仔细的总结一下 好像发现这种姬妾通常比郑夫人要受宠的多 为什么偏偏抢来的要受宠呢 得出一结论 这些公亲贵族们都有一个男人的通病 那就是取不如纳 纳不如偷 偷不如抢 抢不如抢不着 哎 犯贱呢 第三种方式就是B 这个B呢 就是辟儒的辟 下面加个女字 这个字呢 意思是宠姓的意思 一般是大夫啊 等等官吏犯罪以后 男的去当奴隶 女的呢 哎不不不 您想歪了 女的不为妓 而是为谱 这些犯了罪的官员们的妻女 成为诸侯或是另外一些大官家的女仆 女仆就得干活啊 干活产生美啊 只有干活的时候才最美啊 干活劳动的时候 身体抚养 曲线毕露 或是春光乍兮 这一下就有机会了 堂上看书的主人家 说不定一下子就给勾起来欲望了 于是如恶虎扑石一样扑下去 拔掉衣服就happy了一次 就像西门庆强暴春梅那样 当然也有文雅一些的 未必就当场发作 有可能拐个弯 较进自己的房间慢慢享用 就像现在的潜规则一样 软硬兼施 威逼利诱 最后逼你就犯 这种被潜规则的女子就叫逼人 地位是最低下的 而且在当时立毕人为夫人 那是非礼的 这就好像把小保姆 当成了自己的女朋友一样 还有一种方式就叫妾 主要是买来的 买来的女子 当然地位也高不到哪里去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争 这个争呢 就是争面包 争马拉糕的争 去掉草字头那个字 还念争 这个争字呢 在古语里 有一种意思呢 是指冬天的祭祀 叫冬季白争 还有一种呢 指的就是和母亲那一辈的女子淫乱 当然这种看法是后世人家的 在战国的时候还不算非礼 也就是指儿子继承老子的妻妾 在当时的贵族的眼里看来 这和继承老爸家里的院子 房子 柜子 箱子一样 都是很正常的事 而且被争的这些妾的地位都很高 是候选的夫人 一旦自己名媒正许的夫人 没能生下孩子 被争的这些妾的孩子 就可能是当家族的接班人的 这些例子在春秋时候经常见到 比如 魏宣公就继承了自己老爸的女人 晋献公也继承了自己老爸的女人 古代人的思想观念 古代人的思想观念和现代人的思想观念 真是差得太远了 言而总之 总而言之 在这所有娶媳妇的程序里面 婢和妾的地位是最低的 弄不好老公死了 还得倒霉悲催的跟着殉葬 孟长君田文 他的妈妈 就是田英手下的一个贱妾 具体是买来的 抢来的 还是家里的小保姆出身 这就无据可查了 总之吧 很不受重视就对了 而且最糟糕的是 这位小妾 是在五月五日生下的孟长君 根据战国时的命理学的研究成果 五月五号生的孩子 男孩子会坑爹 女孩子会嗑妈 不好意思 孟长君恰恰就是一个男孩 长大以后 分分钟有可能要了自己老爸的命了 很显然 田英是不会喜欢这个儿子的 那为什么孟长君 后来又继承了自己老爸的事业呢 这个事儿 咱们下次再说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过咱们的话题才刚刚开始 大家最期待的新节目 谢涛有声历史剧 三国到明清 已经正式上线了 用超过四千级的体量 从三国时期的天下三分 一直讲到明清两代 承包未来您十年的历史学习 只需要搜索谢涛 听谢涛 三国到明清等等等等关键词 或者点击谢涛听世界电台 都能找到 同时我们组建了新节目专辑的VIP社群 在群里我会与大家进行互动 各种福利优惠活动 都会最快在群里告知大家的 请扫码进入我们的VIP群吧 入群的二维码就在本期节目的声音简介当中 可以保存二维码 再在微信上扫码入群 这是最快捷的方法 当然也可以通过手动添加文史小助手 添加时请备注加入VIP群 微信号码是文史这两个字的全篇 W-E-N-S-H-I 后面再加303 加了以后他会拉您入群的 不过你懂的 加的人太多了 所以请务必耐心等待一下 那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在群里等着你了 要不咱们约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上